大家好,我是钢金,一个打相机爱情的游戏玩家 昨天我发现很多人问我一些基础的问题 比如像黑鼠怎么玩啊,怎么带知识卡啊 个人感觉所有的知识卡还有玩法都是根据自己来设定的 别人的不一定是好的,但是你的一定是最适合你的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说一下游乐场怎么玩黑鼠 首先开机我们可以看到有个蒙金奇,罗宾汉,太飞和海盗 像这种阵容的话,其实也就害怕拦截和守火箭 正常的情况下,一般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所以我们只要等一个机会 然后就是洞口的选择 一般选择洞口的时候,就是金验蛋糕离我们最近的地方 或者是最多的地方,我们才会选择那一个洞口 并且我们要知道药水的位置,因为药水的位置大部分都是固定的 所以我们开局拿到两块金验蛋糕或者是两瓶药水的时候 其实这把已经非常非常非常有优势了 那么我们已经有了优势,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事 肯定是扩大优势,这就牵扯到了一些布局 比如说一些必踩的夹子 像这个夹子,他只要想往上面跳 他是必然会踩到,比如说这个洞口 他只要钻管道,他也是会踩到这个夹子 所以我们在不停的扩大自己的优势 那么问题又来了,如何保持自己的优势呢 那就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扩大自己的优势 然后慢慢的慢慢的让自己的优势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这时候我们看到头顶还有一瓶巴尔尼的小隐身 不急,先喝一瓶巴尔尼的小隐身 让老鼠再跑一会儿 继续布局 布局的第一个运作是夹子 他是可以获取经验的 相对于黑鼠来说 其实黑鼠的经验非常非常难拿到 因为黑鼠的爪道移速都不是最优秀的 所以夹子能让我们更快的获取经验值 这样的话我们其实打起来就比较轻松了 老鼠已经确定了我们的位置 这个罐子还是比较准的 那么这时候他们逃跑的路线 肯定是往下面走水城或者是女巫城堡 这时候我们要主抓女巫城堡的 因为我们知道已经有夹子了 这时候我们注意到罗宾和开特伞撞滚道 所以他没有踩到夹子 但是问题不大 前面我们还放了一手夹子 这样的话我们的优势是不是越来越扩大了 还有先进放的一些夹子 带来的效果就提现出来了 这时候我们再放一手夹子 这时候我们可以注意到 太飞海盗都是在水城和高台的 还有一只老鼠是在摩天轮 那么我们就有足够的时间 去清理一下道具 找一些自己想要的道具 这时候我们只要打防守 其实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等对方过来救 我们就可以了 然后可以知道一些碎片 老鼠踩到碎片的时候 他的盾就会消失 这时候我们注意到 太飞已经过来救 但是一个太飞 他凭什么可以救队友 所以这个太飞守不守 意义并不算特别大 我们只要等这个门的声音响弃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 先破一下盾一拍 但是拍的失误了 问题大吗 问题不大 挡一下雷 保持一下身上的护盾 然后太飞又过来 一个爪刀 这就是碎片的一个好处 这时候我们看到了蒙金奇 我们就不用管了 蒙金奇救队友 我把太飞直接绑在火箭上 整体来说还算是可以 这一波 秒飞谁不是秒飞呢 然后我们过去继续注意 因为他们是有无微眩晕的 我们这时候可以看到 又踩着了碎片 直接抓起 因为刚才的地方是有夹子的 所以这时候我们再折回去 然后再买一个火箭 所以我们买完火箭之后 我们可以直接绑上火箭 这时候如果蒙金奇再来救的话 其实他是没有无微的 这时候只能等海盗来救 所以我们这时候还有两个果盘 大家可以看到这两个果盘 黑竹在点二级被动之后 果盘是有伤害的 如果你觉得对面野生的话 我们可以提前使用果盘 然后我们等一个机会 看看他们到底来不来 蒙金奇这时候来了 先打一个爪刀 手上有拍子 我们看到会不会下车 直接一拍直接抓到 这时候我们可以注意到 海盗是在上面的 我们可以利用冲撞 击倒蒙金奇 顺便把炸药桶撞飞 然后利用果盘直接一套击倒海盗 这时候我们直接抓起蒙金奇 然后把他绑在火箭上 如果他的队友救的话 那么这个海盗就直接秒飞 秒飞之后 剩下的我们只要抓到他们 游戏很轻松就结束掉了 但是因为个人失误 再加上罗宾汉有二段跳 所以我们并没有在第一时间抓到他 但是问题大马问题不大 我们可以等 经过了一波拉扯之后 我们在第一时间确定了罗宾汉的位置 这时候罗宾汉没有二段跳 我们在第一时间就可以直接抓到 直接一拍 不要慌 下去的时候一个爪道直接抓起 然后找一个最近的火箭 立马把他绑上 这时候我们可以确定蒙金奇是在女巫城堡 所以他这个时间是过不来 所以我们可以提前布局 因为我们打的是蒙金奇 他必然会开车过来救队友 所以我们也不用慌 买一手拍子 然后等着他过来就行 这时候他来了 一个爪刀并没有打中 这下就有点亏了 因为黑竹的爪刀时间还是有点长的 然后我们再等一个爪刀 一个爪刀 但是对方一个冲刺直接下去了 就没有给我们太多的机会 这时候我们再来一个爪刀 直接命中 他的车要爆了 这时候要稳 一定要稳 不要像我一样 这时候我就一不小心被车炸倒 然后他救下他的队友 但是他队友第一时间 还要和我卡位置 这我怎么会派他 所以很快他就倒在了地上 就这样 有一个秒飞 我们有三级桶盖 那么不用想 这个秒飞 我们是绝对可以绑上去的 所以 是时候该说再见的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我相信我不可能再见面了